天啊 超级冷 然后今天呢 有点下雪 可是昨天有遇到一个climber 他是来攀岩的 他就说附近有一个超大的树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树 然后要带我们去看 然后因为要开车 他有开车 所以就带我们去 超棒的 这是从瑞典来的 这个是刚载我们来的司机 谢谢George 我们要去看最大的树 叫Sequoia 然后现在我们呢 就走这儿进去 平时是有巴士的 现在还不是哪个忘记 所以我就走进去吧 因为那个里面的人要穿烧帽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下来 两个小时内走10公里 不知道走到吗 我们看到很多那种烧掉的树 其实这是大自然的形象 就是大的 然后圣灵就会被烧 可是呢他们不会特别去灭火 就让他烧完就算了 因为曾经他们也试过 就是一烧起来他们就灭 可是人就累积了 越来越多的树 然后结果呢 一试过 一烧一有野火 整个烧完 那个损伤更大 所以后来他们都浮灭了 就如果有大雷 或者是自然灾害 就让他成为大自然的树 这是一个 八百年的树 你看 可以自己数他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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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如果夏天的话有这个Shuttle Pass 就是有巴士接驳进去的话 是蛮推荐的 可是如果要走路的话 我觉得走那么远看一棵树 这个CC值不太高 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 好了今天我们又来走另外一条步道 然后这个是球长岩 球长岩是优胜美帝最标志性的一个石头之一了 好像不是旺季的关系 所以没有车子可以直接到 如果是旺季的话 它会有Shuttle Pass直接到 现在呢只能用走的 大概三公里吧 来回就六公里 然后还好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终于放晴了 虽然没有到大蓝天 还是有些云 可是终于不再下雨或下雪 真的是万幸啊 有一小小的森林灵魂 这边应该蛮爽的 你看这些 全部都是Based 好了我们走到了这个 球长石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化缸 很大一块 然后这边呢是那个攀岩者的圣地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纪录片Free Solo的话 就是在这边 就是它就是爬这边墙 好不可思议 看哪有云人在上面 好可恶 要到一个时刻 好 然后回到这个峡谷的中间 然后这边也是360度五四角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苹果桌面的景色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老牌 广告时间一场比堡 来乌还精彩的印度大帽子 背包女生疯了才回来印度 新疏热脉中赶紧抢购 好可恶 好可恶 好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